先用幾個畫 把這個扇形勾勒出來 勾勒出來之後 一樣這個角度看不到中指 所以我們只要找十指做我們的標題 先把十指的積結占整個長度的一半印出來 那中節跟末節又占剩下的一半 把他幾個畫勾出來 好 那結構定完之後 可以把脖子可以交付先把他連線起來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把他穿衣服 打上他的五官 那這個胸腔的背後 他是有一層皮被我們的這個胸腔跟骨盆腔拉扯 所以他這邊會有一個轉折的線出線 好 那一個幾何形的這個人體結構定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幫他穿衣服了 那在穿衣服之前這個結構沒有定準的話 就是建議擦掉從定的 不然穿上去也是會怪怪的 穿衣服可以演示要一些曲線 對於外皮外的一個印象 對於外皮外的一半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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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腳大作比較小 左腳大作比較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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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胸腔切三分之一 所以就会超过这套线 所以这样描会的时候稍微留心一下 学术 好吧 好 臉部把它描繪上去 我們說眼睛的橫軸在第二格跟第三格之間吧 好 橫軸在第二格跟第三格之間 出去 該不會都放掉吧 好 沒關係 明天可以再修一次 那眼睛的那個 縱軸的上緣線 出現在什麼位置 眼睛的縱軸的上緣線出現在什麼位置 好 第一個的二分之一 忘記了 好傷心啊 回家多練習啦 寒假之後把影片找出來看一下吧 眼睛 動漫眼睛比較大一點嘛 所以我就把它設定在第二格跟第三格的一個交線 我把它的範圍圈出來之後 我們再把它的外形描繪上去 好 上眼睫 蓋上去 好 那下眼睫 不用把它勾成一個完整的圈 基本上眼尾的地方 把它暗示出方向性就可以了 好 說了 好 說好了 還好 說明了 十秒鐘 炒天 剛才iner 好 那另外一邊的眼睛 關鍵的轉折線都要對到 放到眼睫毛 這樣才能夠被知覺成是同一個 同一對的眼睛 那基本上上眼瞼把它畫得比較厚一點 可以讓人家覺得一個女孩子 眼睛比較深邃 眼睫毛比較濃密 都有那種目視乎 answers 跟家人是說甚麼 我的那種目視乎結識很精 box 有的事情 所以這邊是一個是為比較的的 這樣不介意臨 鹽鑲暖 PerformING 我覺得不夠就業 這換算一種 那眉毛自然就是畫在眉骨之上 那動漫的眉毛可以讓他稍微高一點點 看起來這個人物會比較無辜 那鼻子呢 鼻子所謂的三根的位置 就會出現在眼睛高度的一半 那鼻子的下緣會出現在第三跟第四格的交線 那嘴巴呢 嘴巴的上緣出現在第四格的一半 還要進來一次 採訪了 然後再次就要進去 那邊還要進去 說話 那邊還要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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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還要進去 這個高度很尷尬 那畫頭髮的時候還注意 之前說畫頭髮的兩個要點是什麼 把機線嘛 那還有一個是頭髮加後部嘛 那把機線在第三格的一半 這東西有點像Photoshop 有點像軟體啦 你剛開始學第一天 印象非常深刻 那你把這個學到的技能 趕快拿來做做 反覆反覆做 就會非常的熟悉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一旦一個月你用了 就忘記了 那有學就等於沒有學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還不如把那個學軟體的時間 學這個技能的時間 就拿去玩 我是比較划算嘛 所以既然學了 常常把它拿出來用 那我第一次教人家這個畫人物的方式 是研究所的時候 對我的指導教授 看到我在用這個方式畫畫 他覺得很有那個規範性 公式性 很容易就讓 不會學畫畫的人可以學會 然後他就要我去教大學部的課門 剛開始有點排斥 我心裡想說 那要是我把我這個獨門的方式 交給我的學妹 那他們學會了 就不來打敗我嘛 我剛開始有這樣的營養 那後來我教了之後發現 欸 我認真教不一定大家會認真學 所以大部分一百個人聽完 大家有半個人會 所以這個不會有這個優存在 好 那上面的頭髮要加歐度上去 特別是動漫的人物啦 你把他加的油 厚度比較大一點的話 看起來比較困難 那我發現每次上課上完之後 課堂進步最多的就是自己了 因為準備調起來的時候畫一次 上課畫一次 要塗在我這邊也想到 什麼意思呢 大家看起來就看起來 沒問題 你不看起來 我要是做得到 我發展回到大陰寶 他 pla你就要看起來 先看起來 我看起來也站到了 您還沒問題 也不看起來 大家會在彼身上 你們還要不要 直接給當中 號碼 它就算了 我看起來是有大陰寶 一 還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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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agreements 弦集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那我覺得重點 更重要的是把這個結構打準 因為你結構打準之後 以後做任何造型都 那你這個結構在這個組織去年的時候 沒有把它打準 你只要畫了再畫 消費者不法接受 以後神你搞的邊境 還是 你是如果遊戲公司美術局不上 不會讓你擴導 威力太長了 把它剪一下 它沒有進成 那我把它穿上這個比較韓式的衣服 哇 是五分 那你畫這個襯衫的時候 你要先觀察一下 襯衫的扣子的點在什麼位置 扣子的點在什麼位置 然後還有襯衫下降之後 它的關鍵的轉折 現在在什麼位置 你找到這幾個關鍵點以後 把它定位好 再去畫的話 比例跟那個 那個形狀就不會有太大的偏差 那一般來講 你平感覺去定的話 通常效果都不會太好 所以先把那個點相對位置 在胸腔的什麼位置 手臂的什麼位置 相對位置找到之後定好點 再去把它描繪出來 那這件雪綁紗上衣的 它的那個手臂再裝上去的地方 有一點膨起來的感覺 所以要把這個效果做出來 那這個布料呢 上胸部的地方有被拉扯 所以這個線條要把它做出來 那它的下擺呢 把它擺在哪邊 我們要給它穿一條高腰裙 那我們有說過高腰裙 高腰部有兩種定法 一種是把它定在 斗裙切齊的位置 一種是把它定在 胸腔下緣線的位置 那這一條裙子 我們就把它定在胸腔的下緣線 所以整個那個雪綁 雪綁紗的襯衫 那它的奏折就會出現在這邊 更幸運到我們有些修理會議 這樣就已經很適合這個 mansion 這樣我們撒購 後面大家お待會 來 你可以 如果你是在描繪那個真人model的這個照片的時候 你就觀察一下 因為他的那個袖頭 在上手臂的幾分之幾 你就把這個袖頭的位置 把它下在我們上手臂有三節結構嘛 就很輕易的可以併出來 二分之一在兩邊 三分之一在兩邊 我把它找到相作一致的位置 那裙子呢 他裙子剛好蓋過我們的鼠西部而已 所以這個裙子從我們的胸腔的下緣呢 就延伸到稍稍蓋過鼠西部一點點就可以了 開嘴牌喪的效果 使用左邊小廢膜的醫兒 水咲衍可以做屍 我們在向 Jer пох collector的 徐子昊老師幾分了? 徐子昊老師幾分了呢? 95分 五次徐子昊成績 沒錯 15分了 五分了 那那個廣企課你要補報告的 你可以先上傳那個你的檔案在桌面的 那請幫老師開一個第一次報告 第二次報告總會有十個字要講 那你缺地址是就把你自己的報告放在 該補人那一次 那我一定要把它畫完 那插畫課的同學可以先下課 你有沒有什麼會質那個 根據關於寂寞作業的 這兩天我會把寂寞作業需要的那個 創作裡面還有一些格式 PO在我們的那個 演出色團之上 那記得再找時間去把它看過了 這西瓜餅 簡直是一個 沒有什麼 尊重來的 就是了 所以我先進去 我會這些 有什麼 我們在這邊 對 我們在這邊 這邊 感覺 我 可以 我會 那 我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